大陆快速松绑防疫 各地医院挤爆人潮 北京儿童医院发烧门诊 一群大人抱着小孩就医 还可听见小朋友哭声 你养了吗 甚至成了北京的新问候雨 自嘲北京人现在均温38.5度 四川医院也出现类似情况 医院走廊万头传动 武汉协和同济医院 发烧门诊排了至少一公里 买药人潮也惊人 一路从店门口排了200公尺 依旧看不到镜头 线上卖药订单暴增 外送削哥忙翻 女儿提醒父母要准备感冒药 爸爸竟拿出比人还高 又如窗帘的药 女儿惊呆 莲花清瘟药更被抢购一口 河北石家庄有药局 号称一天卖掉40万盒 生产商股价大涨 被戏称为药中茅台 为了避免混管筛检 导致无辜民众受牵连 大陆裁检方式也改变 包括福建 广东等地 改为单人单检 自愿自费 更精准防疫 大陆防疫专家张文宏 则预测疫情高峰 一个月内到来 整体度过要六个月时间 而过去呼应政府 清零的专家也改口 称Omicron致死率 已降低到0.1%左右 和流感差不多 官媒也不断宣传 感染并不可怕的讯息 试图要在大解封的感染高峰 安抚明星 记者李清晨 陈正茂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 MING PAO TORONTO